魏桌间闯入他人酒店房间违法吗 非常遗憾啊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如果你未经许可突然闯入他人的酒店 肯定是违法的 如果把酒店门给弄坏了呢 还要赔偿 那有人问了 别人出给我老婆 我能让他付出点代价吗 那就更遗憾了 目前在法律层面呢 只能你和你老婆离婚时呢 多分点财产 不能向第三者进行索赔 前女友未经我同意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了 我还需要付抚养费吗 火 付不付抚养费呢 不是你说的算啊 和你同不同意呢 也没啥关系 这得看亲子鉴定的结果 通过我老公做了变性手术 我们离婚还需要冷静期吗 火 程序上还需要冷静一下啊 实际上呢不需要了 如果他不愿意离婚 可以直接起诉离婚 问题应该 偷看老公手机违法吗 违法 因为侵犯了老公的隐私权 就算你在他手机里 真的发现了老公出轨的证据 那也是他的隐私 同样受法律保护 但是啊 出轨行为不保护 警察抓我时会和我说 你有全保之沉默 那你说的一切 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吗 火 不会啊 肯定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一看就是搞去看 强迫侯律师唱 霍原甲违法吗 好的 霍原甲安排 小城里啊 岁月流过去 清澈的勇气 西地国的回忆 我记得你 骄傲的活下去 我给马喝了一斤白酒 栽在马路上其他算酒驾吗 这当然不算了啊 这个酒驾 驾的必须是机动车啊 你骑动肯定不算啊 但是呢 你骑着喝了一斤白酒的这个马 在马路上跑 他要是在耍个酒疯 再跑到这些车顶上 跳来跳去 你别说还挺有画面感的 这肯定算扰乱公共秩序了啊 行政处罚 跑不了 我爱上了童性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这也很常见了啊 和谁恋爱是你的自由 别早恋就行 哎那童性可以结婚吗 哎半婚礼可以 但领证 不行 那谁给彩礼呢 都遇到真爱了 他谈什么彩礼啊 你幸福不就好了吗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